本澳作為國際開放性的城市 毒品流通的問題是以往比較複雜的 尤其是新型的毒品不斷衍生 它除了增加城市犯罪的發生率之外 更甚者會影響到下一代年輕人的成長 司長在施政方針都提到 將會持續密持監控毒品犯罪的情況 想請問施長規局如何可以掌握到新型毒品的流入呢 又有甚麼措施可以起到先發制人 如果發現一些新型毒品流入本公 我們有沒有甚麼法律可以去規管它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這個預防控制吸煙制度實行多時 請問施長有沒有對警方相關的工作成效作出一個評估呢 在施政方針中提到 是會密切配合相關部門的檢控工作 因此請問施長 未來是否意味著會增加人手 配合這個控煙辦開展這個聯合的檢控行動 關於這個宣傳防罪滅罪 剛才周局長也介紹得很詳細 我想在這裏請問施長 施政方針提到 將會和澳門這個電視台合作開辦警訊訊息的綜合節目 想請問一下相關的籌備工作進展如何呢 或者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在電視上欣賞到這些節目 加強這個警隊的宣傳對有助於社會各界對警務部門的認識 以及在工作上的支持 因此怎樣可以推動這個公關警務工作 在施政方針提到設立或完成 專責的警察公共關係的部門 也想請問一下施長 相關的工作進度如何呢 可不可以以具體的工作方向作出一些介紹 此外連結高校的保安部隊是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 保安部隊裏頭的各項的監督工作必須完善 因此也想問問施長 當前保安部隊內部的各項監察機制 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呢 未來將採取有什麼有效的措施進行完善呢 另外就是依法執法是保安部隊的專業基礎 為減少保安部隊執法的隨意性 加強執法的合法性和規範性 在施政方針也提出完善各項的執法指引 在此也想請問施長 目前有哪些執法指引需要進一步完善 相關的修法工作進度又如何呢 最後也想提一提交通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想跟進崔世昌議員的王格的問題 不單止在南環那邊 就算雅廉房很多條十字路口的王格 很多時候都是繁黃時間 或者是想開課時間都是很失的 但是就是說有王格 但是司機也不遵守這方面的問題 會不會是由於警方在這邊的宣傳 對市民的宣傳這方面做得不足夠呢 今後是不是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宣傳教育呢 關於重型車的超重和超速超高呢 先頭也都有官員回覆了 我就想提一提就是那個超速問題 特別是這個友誼大橋這些直路呢 很多時候它的重型車的速度和小汽車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這方面來說 加上它是走在左邊 攝影機的方便是右邊的 很多時候可能它就拍不到 或者拍的時候先拍了隔壁的車 變了它走快了都沒有去charge它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就看一下有什麼辦法 就是可以或者教育一下重型車的司機 事實上它的車速太快的話呢 是真的很容易危害到的 就是殺不到制 它明知都停不了車的話呢 是真的這個傷亡這方面呢 是比較危重的 所以這方面希望呢是可以作出一些改示的 謝謝 馮志強議員 謝謝主席 市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在市長負責的保安範疇 2015年的施政方針方面 保安工作從9個方面作了精闢的展述 並有相關的措施部署 十分具體 針對病亦非常強 可以說是一份有水平的施政方針 經過昨天和剛才很多同事都問了很多問題 我只是提一些個人的意見 公司長參考 第一就是關於澳門的治安形勢 在2014年澳門共有1萬4千多宗的罪案 較2013年增加了331宗 微升2.4% 說明了澳門的治安形勢環是相當穩定的 但值得關注的是犯罪的類別 在去年的暴力犯罪有800多宗 增加了8.4% 其中勒索101宗 升幅為超過五成 另外強姦案33宗增加了3.7% 當然還有不少網絡的犯罪 我列舉這些數字 只是說明 治安形勢雖然穩定 但亦不宜太過樂觀 值得關注的是博楚業已經進入調整期 引致賭廳結業和整合 或會引起新一輪賭場周邊利益糾紛 我絕對相信 司長昨天說 絕對不會出現回歸前的猖獗的情況 我同意的 但理智當頭的本質是沒有變 利益的爭奪則隨時會發生糾紛的 希望治安當局高度警識和防範未然 其次從上面列舉的數字來看 暴力、強姦、網絡犯罪的增長趨勢 是對社會的安寧造成不少的困擾 警方應該加重關注 特別是對一些治安的黑點 警方應盡快安裝陸上監視系統 司長計劃分四個階段進行 安裝1600G的鏡頭 計劃是很好的 但未有時間表 能不能加快進度 盡快落實科技強景 可以增加市民的信心 環有就是對於粵港澳三地警方 跨境的協作問題 司警著物不多 建議司長在這方面 除了加強各方面情報的交流 和聯合行動之外 還應該找到相關法規的正式對接上 盡快落實例如刑事司法的互動 囚犯的移送等工作 這樣才能有利於全方位 打擊跨境的犯罪 第二個就是關於 加強警隊自身建設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 每年施政方針都有提述 但顯然問題尚未得到改善 近年紀律部隊成員 牽涉罪案時有所問 受賄動保護傘 縱容不發活動 更有甚至 赤膊上陣 以生事發 借職務之便 獨家販毒 火和內地的保安協助 賭客偷渡 並提供酒店陪賭 放送等一條龍的服務 昨天施家倫同事都有提到 這些嚴重的事件令人震驚 施掌新官上場 應該也有幾把火 大家記憶猶新 馬場被燒了 馬圈燒了 陳澤武很有意見 剛才跟我說 江湖全都沒有生意 歸中保沒有人去吃歸 真的影響中小企 另一把火是燒一些違章的士 是不是還有一把火要燒燒你們的堡壘 一些涉嫌的圍契的警員 應該也要燒一燒 大家都明白 保安部隊人數達9000之眾 難免樹大有孤知 但是涉警犯罪一接二連三 案情越來越出格 就不能像過去這樣說 個別事件 政府多次表態絕缺不姑息 承之於法的決心 市民十分支持 紀律部隊作為執法者 而執法犯法 以權謀私無事法紀 這將對社會造成更深的傷害 所以市長是否需要研判一下 對知法犯法的量刑是否足夠呢 另外一個問題 差不多說完了 還有 另外希望市長今後 要進一步完善人事管理和紀律的懲治 以防犯警員的違法為紀 在招募警員接受培訓的時候 除了警務技巧和法律知識的培訓 還應該加強道德和守法意識方面的培訓 同時還應考慮培訓方式與內容 是否與社會的潮流混合與時俱進 對入職後的警員也應該加強對其法紀觀念的教育 因為警務工作容易接觸到形形色色的利益引誘 有誘惑時間一長 就很容易又會亡乎初衷 建議市長對一些重大違紀違法的案例 可以編為反面教台 以警效由不斷強化正確的法治觀念 導正執法態度 堅定執法立場 警稱同類的案件再次發生 我今天所講的就是這麼多 多謝 黃慶輝議員 多謝指責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討一下昨日 我們有同事和司長、官員 就是辯論過的 關於不受歡迎人物入境的問題 在這裡來說 其實我本人很認同當局有關的舉措 事實上其實 在我們的基本法 基本法有關的條文 其實就是已經 落列了一定的法律依據 還有在我們的特區成立之後 也都是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 特別是我們基本法第十四條 規定了 裡面的第二款就是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 另外就是在139條第二款 就明確規定了 就是特區一對世界各國 各地區人的入境 逗留台離境 就是特區政府可以實行 這個出入境的管制 當然這裡我的理解 也是一直以來特區政府 是一個堅守一個重要的一個把關的條件 就是只是針對非本地居民的入境情況 因為為什麼呢 西基本法第三十三條 就好明確規定了澳門居民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境內 是可以遷徵自由 是有移居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自由 換言之 本地居民是絕對是有權 是進入我們澳門特區的 這個所謂不受歡迎人物 當然我們除了基本法之外 就在特區成立之後 入我們特區的立法會 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 特別是這個 我們的內部保安綱要法 就是9斜撇2002號 正如司長昨日引用過有關的條文的規定 還有2003年我們立法會所制定的 4斜撇2003號的法律 就是入境逗留和居留的許可制度 還有相關的行政法規就是第5斜撇2003號的行政法規 有關的管理規章 那為什麼要帶出這個話題呢 其實這個所謂那個不受歡迎人物 其實這個是一個外交上的詞語來的 那麼我們經我們的第23斜撇2002號的行政長官公告 這個刊登有關的 在澳門特區使用的 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裡面的第9條 當然現在是提及到這個所謂不受歡迎人物 如果拉丁語就是這個所謂persona non grata 這個詞語 按照剛才我所說的公約第9條的第一款 就寫得很清楚 接受得隨時不具解釋 通知拜憲國宣告使館管長提 使館任何外交職員為不受歡迎人員 使館任何職員為不能接受 我要帶出這個話題出來 即使外交人員來到一個接受國的地區 接受國是不需要任何解釋 即宣告有關外交人員為不受歡迎人物 不讓他入境 引用有關的這些概念 在我們的對特區很重要的 這個內部保安很重要的 有關的這個第9斜撇2002號法律 正如昨天司長提及到的第17條的第一款的第4項 當中就是提及到要維護我們特區的這個 涉及到一些懷疑 保護我們特區的一些治安環境方面的一些情況 其實在這方面來說 禁止被當局懷疑 影響我們特區公共的內部安全的公共 這個這麼重大公共利益來說 其實我們立法者是賦予了執法當局 警察當局是有這樣的自由財量權的 關於這個自由財量權 當然不是一個萬無邊際的任意的權力的行勢 事實上我們特區的中審法院 在2008年7月30號都有一個判例 就是34斜撇2007號的一個裁判 當中就這個拒絕非本地居民進入奧門特區 立法者中審法院就認為 就是賦予了行政機關是有一個 依法行使的一個自由財量權 這個自由財量權只是出現明顯錯誤 或者是絕對不合理的違法情況之下 才屬於違法的 而不是用一般的自由財量權的違法監督 去由司法進行監督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我覺得這個法 我們特區成立之後 就不受歡迎人物 訂立了一系列的法律 而有關的法律也是因應我提及到的 基本法有關的條文 就是特區政府可以自行制定這個出入境的管制 而作出有關的執法 至於也都有同事是提及到 向當局申請有關資料是不獲得提供的 我本人來說也是認同當局的做法 因為看回我們的立法會 立法界台議員章程 是一部法律來的 那就是第三斜撇2000號法律 是我們立法會本身制定的 我們作為議員 按照這個法律的第29條的第二款 是我們作為議員是有權利 是要求特區行政當局 是提供有關的文件和資料的 但是當中 第29條第一款 就有提及到 再不妨礙基本法第50條的第15項的規定 很明顯基本法的第15條 第50條的第15項 就是賦予了行政當局 基於公共利益 就是可以不提供有關的資料 當中我個人來說 重大的公共利益 當然是涉及到我們地區 我們部門特區內部的安全 那上這方面來說 我是很認同當局的有關的舉措的 那留下30秒 我想有一個問題 我是真的想跟私上問問的 就是關於這個人員的培訓方面 似乎那個著物點 就是不是很多提及到 前線人員的公關技巧的課程 或者培訓的活動 還有心理輔導 剛才有同事提及到 但是怎樣處理 特別是前線人員 這個交通事務的執法 他們往往是面對一些受抄牌 要繳交罰款 但認為是受到不公平對待的 在這方面 有沒有一些心理輔導的課程 令到前線人員是處理得好呢 多謝主席 林鄉新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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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作為司政辯論 我比較關注的第一個 不過,在思想的範圍裏面,這次是在預防方面來說,我們怎樣做一個民防工作 比如現在來講,我們民防工作,我們是由一個部門去統籌 我們有些東西有統計,比如水浸我們有統計 但我們沒有連入到什麼狀況下,我們介入排除水浸 現在浸就由它浸,因為現在浸有很多種原因 比如淵仔浸,以前是出海的 現在那個海是填高過裡面以前,它是一隻鑊 它有什麼辦法不浸?一定浸 30公里它就浸了,就是以前那個官也街的地方 外面填高過它,經常撕,它一定浸 而且以前黑條有得走,那邊有得走,那個排角那邊也有得走 現在外面高過它 現在我們那個,還有一個危機就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突然間,這幾年很喜歡,大廈向下滑 五層停車場,二十幾米 我不知道那個水如果來到的時候,怎麼夠?怎麼崩? 因為二十米? 這些東西來講是,首先我們在民房工作上面 我們應該加些什麼? 這裡來講是,事實上 因為現在在政府網上看到的,民房工作 我們是牽涉二十個政府部門 牽涉七個私人機構 但是這二十個政府部門 和這七個私人機構夠不夠呢? 要不要更新呢? 另外我們這個法令是九二年做的 我們要不要更新呢? 我們整個環境和以往都不同了 我們的災害應變都不同了 除了人流管制之外,其他的災害是怎樣呢? 那這個是民房上面的問題 第二個情況就是 我們有些同事很關心我們警隊上面的 這些待遇、福利等等的東西 在這裡來講,我個人也講一些我自己的見解 我們現在整套公職制度很講學歷 但是我們一套學歷呢? 就是你進來那個整計的 你跟著進來,你很努力去到博士也好 都不計你的 這裡是一個問題來的 比如現在我們的警隊訓練 我就對照過 我們現在高中入營 出來釘駁就在裡面合格 我們都是260 如果說保安部隊的系統 我們應該是三個部份 當然現在培訓是兩個不同的 一個海關、治安警察局、消防局 他們是統一的 就是那個點數 那個訓練都幾乎是統一的 但是如果我們香港呢? 在香港它不是這樣的 香港訓練了之後 他們是等於富學士的 它入營是另外一個要求 入職是另外一個要求 香港是兩套訓練 一套是警員訓練 訓練完之後它合格 它是拿到那個資歷的資格 是第四級 叫做富學士 它另外一個督察工課程 拿到合格之後 它是等於學士學位的 你的進程任何東西 都從這個開始去走 假如現在我們是有些東西 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改變了一些東西 因為現在我們那個訓練的法令 很久了 也都有一段時間 是吧? 另外現在我們要求 整個社會要求警察 已經跟以前不同 可能我們小孩 歌的時候看是三六九 好兒子不當兵 因為為什麼? 無事打三槌 現在不是這個年代 現在做警察是專業人士 第一 他要做好所有的報控和預防 他們是去防止罪案發生 防止那個秩序出現問題 防災 第二個他們是執法者 他一定要熟讀 現在告你回頭 他本身是一個執法者 現在另外還有一個 他本身要運用社會工作學的技巧 去做排難解分 現在我們的警察是完全同以往 我們過去傳統上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當然在司長的司令報告裡面 有三個不同的概念 我都覺得是應該去推動的 但是起碼我們要對 以警為本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看 我們的警察 它的功能是什麼? 如果我們從這個功能去 我們要訓練的時候 我們就要涉入點 我們現在在整套制度來講 一個叫做基礎職程 一個叫做高級職程 但是我有些同事來講 特別有些警隊的同事 他們很厲害的專業 不是去管人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爬手 反爬那些 他們很厲害的 他去到巴士站 他已經找到一群人 百人在那裡 他馬上找到那個人 是有東西的 但是你叫他去管人 我不會管 對不起 我是專業這件事 我們又可不可以在這裡 做到一些事情出來 讓他們在生涯規劃裡面 去到五百點 是很長時間的 現在我們整套制度 我們由入營釘了駁之後 一路走到他去首席警員 走到尾是要第27年的 還要順風順水 開島盡星 才走到這個第27年三百七十點 是三個台階 三個階的 三個不同的職等 所以在這裡來講 我們要重新對待這個問題 因為在入職的時候 我們怎樣對待學歷 我們怎樣對待他們的身份點 怎樣對待他們的福利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都很強調的 是希望見警察宿舍 不要看成福利 這個在管理上面 是非常有效的東西來的 全世界為什麼 各個行當都不搞警察宿舍 搞部隊宿舍 叫救命有人 我放了一輛車 馬上就馬上下來了 我們軍隊也是 軍令如山 兩個小時開動 十萬軍隊 怎麼開動 你不集約起來怎麼開動 最後一個來講 在我們整個制度上面 我們有警監會 警監會每年都有報告 但在網上看不到 有什麼回應 這個是 請黃司長 所有關的回應 多謝主席 主席閣下國委員 首先多謝剛才四位議員 三位議員和林鄉生副主席的問題和意見 那關於陳奕立議員提到的 新型獨版 如何將它納入規觀的問題 其實警隊裡面有一個機制 就是和其他的部門是有機制的 就是施警局和國際組織 和其他的國家和地區的警隊 是有非常頻繁的聯繫 在國際會議上面也會探討 新型獨版出現 如何將它納入規觀的問題 所以這麼多年來 透過這些機制 由司法警察局 是吸納其他地區 或者國際組織的相關訊息之後 是第一時間向澳門的衛生局 提出相關的建議 由衛生局進行分析之後 也會連同死公局 會向政府和立法會提出修訂 相關的衛鑑肉品的幾個表 其實回歸之後 我記得有兩次 去年有一次 回歸之初有一次 回歸之初那個就是K仔 看最近來說 我們譬如說內地 譬如說K仔還沒有那麼規觀 其實澳門是跟隨 國際的新型獨版犯罪方面的 這種趨勢是跟得很貼的 所以請陳議員和各位議員放心 這個工作是一直在做的 以及會緊隨國際的 這個獨版犯罪的最新形成 來做出這個調整的 關於儀防和吸煙行動方面 我想這個將來因為時間問題 我們選擇以書面來答覆 好嗎 警問同心方面的進展 很多謝陳議員的關注 我們初步 其實現在進行當中了 我們初步就從7月份開始 每個月是有一期 每個月一期 就是初步是這樣 一期是20分鐘 三個月之後 垂著這個債作成熟 和相關機制比較順暢之後 我們爭取密度是可以更加頻繁的 關於收法工作進度 因為現在只會開展相關的收法工作 這個進度暫時來說 也不能提交給陳議員 將來如果有進度上 我們隨時會提交的 鳳之強依然提到的 一系列的一些意見和觀點 很多謝你以重心長的 這些關心和支持 還有很多有建設性的意見 我們會一定謹記醫生 還有我們一定可以全力跟進相關的建議 還有一些意見 完善竟然的道德規範 這個絕對是這樣 因為現在 今時今日來講 從這個社會對竟然要求 工作方面的執法的需要等等 和現代的這個社會的道德規範 對於警隊來說影響了三年 所以我們 竟然的道德規範的培養 這個也是要以時俱進 我們除了現在身入職的 竟然進行這個職業道德培範之外 我們去升職和職職當中 經常做這方面的培範 我們其實去這麼多年來 特別是施警局 我改施警局 施警局的副督策 和督策 就是最高級別的職業道德培範 一直由我親自跟他們受課 我去這麼多年的工作當中 特別是對職業道德規範這方面的培養 還有我們現在提出警隊文化 建立現代警隊文化 即警察的道德規範 和現代警隊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 是非常緊密的 有了這個道德規範 現代警察的道德規範 才可能建立現代警察文化 因為主要內容就是道德規範 所以多謝鳳志強議員的 有關的意見和寶貴的建議 多謝 王顯花議員提出 關於不受歡迎人物的 相關法律制度 法律依蓋問題 研究非常透徹非常深入 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參考 多謝你提供這樣的指導 多謝 其實 關於不提供資料方面 我也是認為 公共利益和有關法律規定 這個也是需要的 所以我昨天也不斷強調 警方一直在澳門法律有關規定 是執法的 並沒有去濫用或不用 我再次強調 並沒有濫用或不用 任何被禁止入境人士 都有一個申訴和投訴的機制 這個有保護的機制 關於前線人員的公關技巧 心理輔導方面 其實這麼多年來 警隊也非常重視 特別我們現在提出公關警務 公關警務這個理念之後 我也是跟所有局長 在談談相關的問題 希望前線人員的公關技巧培訓方面 也要進一步加強 去心理輔導方面 其實剛才三位局長 也有一個介紹 當然機制是否完善 我們要不斷評估 不斷去完善 這個請大家放心 因為有健康心理的保安部隊成員 是一個執法的重要前提 林鄉生副主席 提到這個民房工作 一會兒有馬耀榮局長去回應 關於提到警察宿舍的問題 因為特首也是 24歲曾經去立法會提過相關的問題 這個我們會積極考慮 以及會根據特區政府的總體政策 以及條件的容許 我們會考慮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或者現在下來 首先由梁文昌局長 講一下昨天 因為施加隆議員提到 加快兩地排車輛的通關程序 以及疏導車輛問題 歐錦辛議員提到 要描導車輛和石排灣駐樓警車的問題 首先請梁文昌局長 謝謝 多謝司長 主席 各位議員 我先回答歐錦辛議員 石排灣的問題 中央警察局一直都是十分關注石排灣治安的問題 因為石排灣居屋群就有九千幾個單位 是有大量的居民去入住的 裡面也是有巴士站、食肆、超級市場、社區設施等等 其實就是一個小鎮 人口也是較為密集的 容易出現這個治安問題 我們呢 治安警察局也設置了一些固定的坑路 是全天候24小時這樣巡邏這個居屋的 分別有電單車 警員的巡邏 汽車 以及加快一些特別的巡邏 我們另外呢 我們也是設置了一些警箱 以及一些停留的地點 使到區內面的治安是可以得到好的 另外呢 我們也是在所研究 和這個房屋局那邊進行了多次的會議 也都得到了的回應 我們將會在石排灣選一個地方 作為我們的警區分站 另外呢 第二個問題呢 我就想說說我們那個 關閘車道兩地牌的通關的情況 現時呢 關閘的車道呢 車輛呢 每日呢就超過了 出入境的車次呢就超過了一萬價錢 其中呢 九座位呢 以下的呢 就 圍這個八千兩 重型車呢 就是二千 二千多兩的 使用關閘的車道呢 除了 是直接去珠海 在恐北呢 有些呢 也都會 是會 掉頭回來 大家都關注到這個問題 那我們呢 就解決的方案呢 我們就合理地 劃分那些車道呢 包括那些重型車啊 還有客車啊 通行證 香港居民 澳門居民 等等 我們都有分開有五種的車道 那他 這五種的車道呢 亦都是 我們有個指示牌系 大家提到 那當然呢 就是位於 基於這個 地緣的所限呢 就不能夠 就是可能一個車道要走 兩種的車都未定 又有左軚右軚的問題呢 所以呢 就 很多市民都是有些要求 我們盡量都會適合 各位市民的要求 盡量去 去將這些車道的次序去排 排好它 那由於呢 這個部分的車輛呢 就會堵塞住這些車道呢 那呢 就堵塞到去 工人球場啊 又或者去到鴨沖河那邊 那呢 我們呢 也都適當地這樣呢 就會是 調整了那個車道 總型車輛的客車的車道呢 調整到去 是二號三號 那呢 我們主要的問題呢 就因為我們過關的車道的速度呢 是比內地 而窮北那邊呢 是要快些少 所以呢 是現在經常會形成一些 車輛的 渡灌的問題出現 那呢 那呢 我們也都其實都是在想著 是自助 車輛過關的 那我們也都考慮當中的 那如果是根本的問題解決不了呢 那呢 那倒灌情況出現了呢 我們幾快都是沒有用的 那第三點呢 我想說說我的 在飛車那方面呢 那非法賽車呢 那 蔣警察局一直都是很關注的 那他們呢 就不單是發出了很大的聲音 滋擾居民呢 那在互相追逐的過程裡面呢 也都構成了道路使用者的危險 因此呢 我們呢 就是交通廳呢 每天都會不定時 不定點這樣進行行動的 折茶可以車輛 如果發現違規的情況 你們一定會作出檢控 那2014年呢 我們在離島呢 就經常就出現一些非法賽車的地點 那我們進行了三百三十次的折茶的行動 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今年的一月到現在呢 是進行了一百零九次的 相關的折車的行動 那這些行動期間呢 我們也都會檢查 他們的噪音啦 配件 是不是跟登記接相符啦 那如果發現有違規的情況呢 我們會作出檢控的 那如果在去年的一四年裡面呢 我們對車輛與登記接不符的為例呢 我們是檢控了八十七宗的 而噪音超標的為例呢 是檢控了八十一宗的 那呢 我們也都會跟相關的部門 加東事務局呢 密切聯繫 那麼呢 我們會研究經常這個非法賽車的地點呢 呢 加裝一些雷達系統的 那對於這些非法賽車呢 進行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監察 那另一方面呢 我們也都會研究呢 在一些地點裡面加裝一些減速大 令到這些賽車呢 不能夠在有關的地點呢 高速行駛的 減少這個為例的情況 那麼在這裡我的報告完畢 跟著下來呢 請啊 某議員局長講講一下 關於萬房的工作方面的問題 特別是 就是剛才林彥康生副主席呢 提到的關於水浸啊 等等的預防和應對 當然就是林彥康生副主席 是講到一個理念方面的問題 但是呢 就也都請啊 某議員局長呢 講講一下 總體的萬房工作 和將來的改革方向 和這些措施的 多謝司長 主席 議員 首先是講 防災計劃呢 其實是分為三個部份的 第一部份呢 是預防 第二是搶險 第三是恢復 那麼 在這個預防方面呢 就是 在城市防災呢 其實是涉及很多部門的 包括在基建啊 渠武啊 等等各方面 而民防這個中心呢 我們這個計劃呢 是在第二階段 在搶險那方面的 那麼 民防中心的啟動呢 主要是按我們的計劃 或者是在嚴重大災難的時候 或者是在八號封球 但是如果三號封球 對城市破壞嚴重的時候呢 亦可以啟動的 民防中心除了是 在這個嚴重時期呢 做一個預警性外呢 還是要啟動這個指揮中心 協同二十七個機構呢 包括公私營的 聯合地搶救市民的生命和財產 以及盡快呢 協助城市的恢復 以及使民有一個正常的生活秩序 對於水浸的問題呢 不是在民防這個搶險階段的工作來的 是屬於這個渠務規劃的工作 以及公務部門 那麼在13年呢 那個施政裏面呢 也提及過呢 民署也會呢 是增加這些水的崩潰 以及公務局呢 也是提出了改善有關 低瓦地區的水浸問題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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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天文台呢 也是加強了水浸和風暴潮的預警機制 那麼 那麼 在這裡的問題呢 我們會 反映有關部門 令有關部門呢 在預防的工作裏面 提前做好 那麼 民防呢 相信呢 不是單是一個計劃的 其實民防有很多計劃的 包括核輻射 大停電 大火 嚴重的 城市的突發事件倒塌 或者是一些不可預測的 都可以啟動民防的 那個主要是搶險工作來的 那麼 另外呢 民防呢每年都會做一個演習的 那麼 也會呢 連同相關的部門呢 作一些檢討的 那麼 不停地去完善我們搶險救援的 民防計劃的 那麼 那麼 我們是會按 不同的時期呢 發生一些事件 或者參考 世界不同的地區呢 評估澳門會不會有可能發生呢 如果有可能發生的呢 民防那方面呢 也會加這些應急計劃的 而提及到有關那個大廈 五層 向下的停車場呢 在設計的時候呢 一定要有這個大廈 有那個排水的耕壓崩的 是令到呢 它呢 是滿足到呢 這個水浸的時候呢 它能夠排到這些水的 不怕水浸的 那麼 這個大廈業主呢 就每年呢 就必須應該是有這個 測試和檢測的 特別在颱風期呢 就應該聽從 政府的呼籲 做好樓宇設施 以及設備 保養 以及防颱風的工作 那麼 我在這裡呢 就回報到此 另外呢 就是關於食排灣的 相關的這個 這個執法工作呢 其實施警局呢 一直以來 都在 在市區警務方面 以及在執法方面 都有進行 相關的這個 工作的開展 所以或者請 周愛工局長呢 簡單地回應 多謝司長 多謝主席 多謝各位議員 那麼其實我們 司法建設局 對於石排灣 公屋群的那個 是治安隱患呢 其實我們收到 很多一些舉報的 那麼我們在 在去年的四月底 五月頭到 那麼我們大廈 最安住房小組呢 接到市民的檢舉 反映就說 在石排灣公屋 全在的治安隱患的 希望我們的局呢 進行一些工作的 那麼我們從那三個方面 進行工作 那麼我們首先 就是進行這個 治安巡查工作方面 那麼我們聯同 這個大廈防罪之友的會員 和社團的方會 和負責管理的物業公司 進行了聯合的 巡查工作 檢視大廈的治安隱患的 那麼同時呢 就是派遣一些 專科刑事偵查員 包括反盜竊科 反搶劫科的同事呢 他們就是負責 在區裡面進行一個巡邏 和一個監視的 那麼我們是做了 是接近一個月24小時 在裡面巡邏的了 那麼期間裡面 沒有發現任何的案件 也都見到有可言人士 都會進行一個折查的 那麼其實我們都是 在大廈預防的小組呢 也都持續在區裡面呢 進行一個巡查 和防罪的宣傳 和收集意見 直至到現時呢 是進行十二次的 那麼第二點呢 我們跟其他的政府部門 包括火局呢 那麼聯合憂法的該區的 治安的狀況的 那麼我們跟火局人員 就在石牌灣那邊 就進行一個 治安防罰 進行多次的交流 聯合巡查檢視 公屋群的治安隱患 那麼另外就是 房屋局和物業管理公司 都接受了司法警察局建議 對公屋群的一些 保安漏洞 作出一個改善的措施 例如加裝一些 監控的鏡頭啊 容易攀排的地方 加一些有刺的網等等 加一些照明的系統 那麼另外就是 希望就是在這邊做好的工作的 多謝 黃顯輝議員 多謝知情 關於剛才我提出的 對前線人員的這個 公關技巧的培訓接待 那麼就司長也都是 作出了回答的 那麼就我想追問一下 就是其實就是 關於這個前線人員 就正如剛才所講 不單止是 負責是 交通執行方面的 警務的人員 那麼其實現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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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檢控啊 這方面的工作 那麼 我想要 追問的這方面 就是 在這個情況之下 能夠 師長給多 介紹很多些 的課程 或者是 培訓的計劃 或者是有沒有 跟我們澳門的其他的 院校啊 的合作 能夠 令到有關的前線人員 是好好地把握到 那個公關的技巧 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呢 就某些情況之下呢 那麼就 有關市民 當然違法 但是那些是 不是刑事上的違法 而是行政上違法 一般來說呢 是令到市民知道自己 是行政上違法 令到市民是 能夠很開心地 或者是沒有這麼怨恨地呢 那就是 交付有關的罰款 但是如果那個 公關技巧不好的話呢 往往 就由於這個行政處罰 而引申一些 對警察的 辱罵 侮辱 甚至乎襲警 我想有不少的個案呢 由這些這樣的行政違法 而衍生出來的 那麼我也都希望 你們有關的同事 在執法當時 能夠得到應有的尊嚴 能夠好好地去執法 這是我一個 一些追問的情況 林鄉心副主席 謝謝主席 多謝市長 剛才有很多同事的回應 正正剛才 馬局長所說 水浸現在我們是沒有連入啟動 現在老實說 每一次水浸 澳門其實有些事情是定向 初三十八 我們就浸著 因為它潮水的問題 如果初三十八 加上颱風 所有的地方 那些低蛙的地方 一定要遷 這個是 我們澳門的老一代的人 大家是很清楚的 而都跟進了 剛才 因為時間的容許之下 關於警監的情況 因為警監 我們很特別 我們現在在網上 有警監會的工作 警監會每年都有一個報告出來 但警監會是隸屬於保安司下面 去負責一些支援 警監會提出意見 保安司有沒有回應 我們在這些網上看不到 當然我問過歐安利主席 他說都會遵照 這個是局級的問題 但是作為我們交流的情況 因為你設計這件事 將來有些事情來講 在一個理念上面 大家的交換 因為作為警監會的設置 05年到現在 可能大家來講 怎樣去做好這件這樣的工作 去推進我們的建設 我的意見在這裏 我沒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意見在這裏 他說有做 有做 但是文字上面 我們看不到一些回應 一些交流的意見 等等這方面 請教會 多謝主席 主席國下各位議員 多謝剛才王英發議員 和林鄉先生副主席的跟進 我首先講講關於基金會 基金會那裏 其實報告應該都有的 我所知報告應該都有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歐恩尼議員 她本身是 這個基金會的主席 我們都聽她說的 她想怎樣做 我們怎樣配合 好嗎 所以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歐恩尼主席 她怎樣吩咐 我們下面同事 會前來跟進 保安司 絕對不會干涉 基金會的任何工作 和他們的意見 我去施政報告當中 也非常強調 保安司核下的部門 一定會服從 聽取 我們基金會的相關意見 而且會及時回應 相關的個案 所以請大家放心 也都請林鄉先生副主席 放心 將來有什麼工作 我們會根據歐恩尼主席 相關的指示 我們開展相關的工作 好嗎 另外 另外 就這樣 就 昨天 施加倫議員提到 關於 關注獄警人員的福利代議方面 或者我這裡裏再補充 做一些回應 我去一月初的時候 是巡查了金獄的 而且跟金獄的領導 李錦昌獄長和副獄長 和所有主管進行佐託 探討的重點之一就是 獄警的工作環境和福利代議問題 而且當時是要求金獄領導層為員工 創造休息和娛樂空間和環境的 並建議他創設這個康樂組織 舒緩工作壓力 增加員工的歸屬感 因為金獄本身是沒有福利會的 所以我們很多部隊都有福利會 是金獄無福利會 所以我第一時間也建議他們 建立這個康樂組織 可以為員工提供各種娛樂 或者休息的一些機會 另外一個就是 亦都是希望金獄從警隊的文化方面 是怎樣使員工有更好的歸屬感 對金獄有一個認同 當然是對金獄組織 不是對金獄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時間提出這樣的建議給他們 亦都獲得金獄方面的積極回應 所以他今年的施政方針裏面 施政報告裏面 亦都是金獄的施政計劃裏面 亦都有一個計劃是建立康樂組織的 配出一定的款項 希望提高 為員工創造休息和意樂的空間和環境 施政方針裏面也曾經轉計一個求助個案 根據了解 有關的人員需要輪班工作 並且他有去收取增報性的報酬 在這方面法律的層面並沒有問題 但在輪更時間裏面 絕對有優化的空間 剛才梁榮仔議員也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11小時之後 連續工作到11小時 我想金獄回去之後 亦都是對這方面進行優化 使得員工有更好休息的時間 我想這個是金獄方面也會從前而留 當然這個個案本身 亦都是正在了解當中 是否有其他的一些隱情 或者是有其他的問題出現 我們現在了解當中 所以請各位議員 尤其是施家倫議員和梁榮仔議員 是放心的 另外一個問題 昨天施家倫議員也提到 一個強化內部監督 剛才陳奕立議員也提到 這個強化內部監督的問題 我這裡也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們內部監督方面 當然整個警隊 對廣絲的監督制度 分為外部監督和內部監督 外部監督方面 大家都很清楚 立法會 司法機關 上級部門 審計署 廉政公署 幾間會等等 都是我們的外部監督機制 這個我們今年的施政方針裡面 記得很清楚 我們怎樣去面對這些監督 這個是督促核俠部門 是全力去跟進的 內部監督方面 我們有幾個方面 最主要是四個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適時補足各項工作規章 和內部執行指令 嚴格要求主管人員遵守 各級人員遵守紀律和法律 堅決查處違法違規的事件 第二方面就是完善對各級人員 職業操守和個人品德的培養和監督 加強對入職前的背景審查和品格審查 剛才王顯花議員也提到 職業道德的培養方面的問題 首先是入職前的背景審查和品格審查 去年有一個特警涉嫌 在網絡方面進行欺騙 最後進行強姦和性脅迫 這個個案也提醒我們 在入職前的背景審查和品格審查方面的重要性 第三點就是強化入職、聚職和升職培訓 職業道德課程的設置 這方面就是我去尋時高校的時候 和各級部門去傾談的時候 亦都特別強調這方面的工作 入職、職職和升職培訓職業道德課程 一定要不是一個開的 一定是實的 而且要去進行一個評估的機制 當這個機制怎樣更加科學呢 我想這個是我們會不斷地去探討的 第四件事就是要建立各種機制 互相監督 其實我提出這件事就是 我施政方針沒有的 這個報告當中是沒有提出來的 但我臨時將這件事加上去 我是想以施警為例 我想講一下我們的經驗 施警去1999年12月20日回歸之後 十天之內就建立一個內部機制 機制是怎樣呢 就是所有的員工 不論是打閘的、清潔的 到副局長 他都可以隨時與局長聊天 這個最主要就是 讓他向上級報告他目前 所面對的一些問題 私人問題也好 或者他自己本身 和公司有關的一些問題也好 是讓他去反映 亦都比上級是掌握下面的情況 這個叫下程上達 還有一個機制就是 有一個投訴信箱 匿名投訴信箱 這個情況之下就是 所有的員工都可以用匿名的方式 在閉路電視監控不到的角落頭 當時是有兩個信箱 是被員工去把匿名信放進去 這個比上級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機制 去監督前線的工作 而且是可以使得 各級人員都有一個危機感 當然這個信箱 也有一些情況是寫匿名信 一些誹謗、侮辱、誣告都有 但我覺得只要領導層 深水清這個問題 是不會有後遺症的 所以施警局這麼多年來 在這方面的工作 是全力去推進的 當然有施警局的實際情況 因為人員太多 無可能梁文昌局長 他見了所有人 這個無可能 他不用工作了 所以我覺得 每個部門 有各自的一些特點去做 那施警局呢 當時幾百人的情況之下可以做到 那現在周衛工局長呢 我想他都未必可以做得到 但是他都全力去做 所以我覺得 每個部門結合自己的情況呢 在這個內部監督方面 其實有很多領活的措施可以做得到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這個局長本身 他要深水清 他要 一定自己要自身要靜 那這個才能管好這個隊伍 所以這個工作 其實呢 我們是非常重視的 還有其他方面的問題 我想就 關於打擊毒品犯罪方面 出入警設置X光機那裡 昨天提出的一些問題 那X光機那裡 其實呢 2011年的時候 施警局去機場 設立了這個X光掃描機 2014年去外港 也設立了 今年呢 去北安碼頭 也都會去安置的 那將來 除了港珠澳大橋的落成 將來也都會考慮去其他地方 特別是港珠澳大橋的相關口 我們也都設立將軍的X光機 這個對審術工作很有幫助 多謝